有请对夫妻有请 余先生23岁来自湖北网约车司机 全女士24岁来自湖北 代业有请 欢迎两位 这么小就结婚了 结婚一年多 在这段时间里面我感觉 和我老婆相处得很累 我老婆有一点敏感 敏感 对我不信任 多疑 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 将这段婚姻这段感情 更好地继续下去 我的妈呀 您这一年多就准备跑是吧 不是我想跑 而是我想询问 这段婚姻我们应该如何 更好地过下去 你可真有意思 我敏感多疑不是你 让我敏感多疑的吗 一出去就找不到女人 然后一吵架 一点破事就要落离婚 离婚不是每次你提出来的吗 前面是我提的 后面呢 后面不是你次次在提吗 行吧 咱们说敏感 多疑 具体有哪些表现 我就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吗 好 我是跑网线司机的嘛 有一天我老婆打电话 让我送她 在开车的路上 我一个客户给我发消息 一个女客户 喊我去陪她喝酒 我因为在工作 我就直接拒绝了 我当我老婆面说的 我老婆也听到了 谁知道 后续我还没送回家 我带了一个客户 大约三五分钟的样子 没有看手机嘛 这五分钟之内 她已经过发了 十几条微信消息 甚至已经将电话 打到我公共那里去 问询我去了哪里 我给你发微信 就想看看 你到底去没去喝酒啊 可是我已经拒绝了 那你当我面前一眼 给我看的呢 难道我拒绝的不够吗 难道我拒绝的不够吗 然后我就想发个 微信验证一下不行吗 那你验证 别管你没回我 你发个微信 你会验证 那为什么一年串 发很多消息 我那会儿就想发消息 问你到底在干嘛 真这么不相信她呀 对 为啥呀 因为还有一次 我晚上回去 发现我没带钥匙 我就发微信 说你待会儿给我送一下 她说好 然后我就在路边等 等了一个小时 她都没动静 我就有点怀疑她了 打电话也不接 不接就再打 直接给我关机了 怎么事情到你 在你 就说的完全不是那什么意思呢 其实那一天 我出去打牌了 但我骗了我老婆 说我在跑车 为什么骗她呢 是因为她把我管得太严了 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出去喝个酒 或者出去玩会儿牌 只要让她知道了 就要吵得天翻地覆 这个我承认我骗了她 确实是我不对 但那天事实 经过是这样的 她九点多的时候 给我发消息 需要帮她给她送钥匙 我说好的 你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那算吧 这会儿我不需要了 十点钟的时候 她算用过发消息 说你这会儿再忙吗 把钥匙给我送过来吧 我说我在忙 你等等 说的是好 这不重要吧 重要的事情是 你老婆进不了家 你正在打麻将 如果你正是在拉着客人 在旅途 那显然这件事 你说等等 我觉得你没有问题 您老人家是在娱乐 老婆又进不了家 那这个时候 是不应该去送钥匙呢 但是家里没有人 OK 那你要这么说 她只是嫌麻烦 不想敲这个门 或者说是 她就是怀疑我是否在做其他的事 她不是怀疑你 确实在做其他的事 那是的 对吧 你被人抓了个正着 对 她老这样 所以我才怀疑她的 结了婚她要负责任 不能天天出去玩 她是天天出去玩吗 只要一有空 她出去她就见不她 因为我对这个网约车司机的了解 其实你所有的记录都能查的 你看过吗 没有 为什么不看 你看一下她那个整个的那个订单什么的 不就都了解了吗 她想让你看的你看的 不想让你看的根本看不到 那你不工作吗 现在 我现在没上班 为什么不工作 在家带孩子 孩子才七个月 哎 厂后妈妈 那就焦虑呗 还有什么事 我在她这只能得到负面情绪 比如说 我们之前一起去深圳那边打个工 嗯 厂里面是十二小时工作制 两半岛 钱都放我老朋友 有一次之前我做直播嘛 晚上接了一个单子 帮游戏代念嘛 那天我问我老婆要钱出去打了个单子 这个号打完了 钱也花光了 但这个客人跑了我单 我就跟我老婆说钱花光了 然后我那个厂刚好 她的饮水机就坏掉了 我二十四小时没有喝水 身上也没有钱买水 我说老婆 我好干啊 各种暗示我老婆 我想让你给我买一瓶水 但是我整整从上班到第二天下班 没有喝到一口水 我老婆也并没有你回我 大男人 你直接说给我弄没有水喝不就得了吗 对啊 我就这么说 但是我去 我想从你身上得到一个情绪价值 就像你说的 你平常是也很在意细节 为什么到我身上去反而你不在意了呢 为什么男人就该累 那天我们吵了很大一架 甚至说是 他不顾一切地往马路上冲 我去拉他 反而我们都受了伤 你好干 我以为是那个环境你不适应导致的 因为我在那边还过敏呢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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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两个人都讨厌得要命 你知道吧 就这 我很干 你问他一句怎么了 我问他 我说你要不要喝水 他那会儿他就觉得我说晚了 没有第一时间给他买 所以啊 为什么要给你及时满足啊 我们都知道幼儿园的小朋友 都不会给及时满足 都要严实满足才行 你那么大一个人就要求及时满足 说不定你心里不够成熟啊 我问个细节 你们厂里就你一个人吗 你们厂里有多少工友 十几个人 十几个人是吧 也可以跟工友说 出去买水帮我带一瓶 明天我把钱给你 可以这样 搞定了 你非逼着他往马路中间 通干嘛 你说搞定了 我觉得很奇怪吧 就是这四五岁的小孩 可能都知道了 事情可以这样解决 但是我想从 不 你想的 我想多了 今天你会发现 你想的很多问题 都想多了 因为这就是婚姻和人际交往的一个真相 所以我说你也是讨厌嘛 你不知道你的老公是这么一个男人 我知道 矫情巴拉的 知道你给他不就完了吗 我也不爽啊 大家都很累 我为什么要将就他呢 不是将就他吗 主要是他前面不依不劳的 我跟你说 我要是你直接发个三块五毛钱 老公去买瓶水不就完了吗 叫什么劲啊 你们两个人在这叫进来叫进去的 你接着说 我拿我老婆 她说那天我没有给她送钥匙 过过 说过了 再说 后续发生的事情 后续咋了 我回家了 她进家出走了 我在我们县城早到四五点钟 我挨家挨个宾馆去查 她的朋友都问过 找不到她的人 去哪了 她告诉她回家了 回了吗 回来 那不就完了吗 她不相信啊 因为我父母也不知道我回家了 当天晚上 太晚了 我回去 我父母都已经睡着了 我就直接把门反锁 在里面待了一天一夜 我不信 真的 我真不信 我指纹锁开了 完了进去 他们十二点已经睡了 然后我爸妈带了一个孩子 我真不信 家里面指纹锁 居然能 老人会听不见 你父母多大岁数 五十多 五十多岁较多轻啊 家里回来的人能听不见咯 我不信 你要说晚上没发现就算了吗 历经二十四小时没发现 我不信 我爸每天早上七点起来去上班了 你妈呢 我妈带孩子去上学了 孩子回不回来 下午回来 谁的孩子 我姐的孩子 你姐的孩子 回来之后 孩子就不往你那个房间走 这门本来是开着 突然这门锁了 他肯定好奇啊 男孩女孩啊 男孩 对啊 那更要发现问题了 你带着箱子 箱子呢 箱子也在房间里 箱子怎么会在房间里 不合理啊 我直接推进房间了 这人是我信了 我信了 我不信呢 我得把他问清楚了 来吧 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就是不信 我就是回去了 谁能证明你回去了呢 有监控 监控看了吗 没看 为啥不看呢 他没看 不是他为啥不看呢 他信了呀 那他为什么就信了你了呢 我第二天就给他发微信 然后他去接了我 就接了你 看来还在家 接了之后呢 就和好了 和好了 那和好了你说这破事干嘛 这件事情本身就很离谱 我倒不觉得离谱 我觉得挺浪漫的 因为两个人在其中都很享受 男生自我感动 我老婆不再惹他生气了 我可以找遍当地的所有的宾馆 我多么的痴情并钟情啊 女生也觉得很有意思啊 痴情无关 我潜伏能潜伏得那么好 男生你看我心胸多宽广 全是自己脑海戏啊 成年人如果玩这游戏 玩得不开心 不会反反复复地玩这种游戏 因为你们开心 所以你们玩 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你不喜欢你这么做 说明你喜欢呀 女生也是一样的 你接着往下说 有一次我老婆出差 他们的公司配了一个三室一厅的宿舍 当时说就他一个人员工 第二天晚上八点钟给他发游戏的时候 电话不接 微信不回 一直持续到晚上十二点钟 等我再给他打最后个电话的时候 接视频了 这个时候他一个人在宾馆 我想问你干嘛去 你跟常词夺理 我想问你干嘛去 我跟你说了 我培训完很累 直接我就回去咪了一家 结果他咪了十二点 我看你发了一大堆 我就知道你发火了 我还敢接吗 我就想着赶紧去车站附近的酒店住着 明天赶紧做最早一次回去 晚上我住进酒店的第一件事 你还是拼命地打 那我能不接吗 我接了你 拼命地让我照拉一桶 照厕所 照床底下 整个房间照了个遍 不信 完了 视频对着我 拿着身份证去前台 问人家 还让他亲自问 我几点来的 什么时候 几个人 你八点钟的时候 你干嘛去 并且为什么接电话的时候 却是在宾馆 我说了我下班很累 我一觉咪了四个小时 不过分吧 不过分为什么 手机关机 而且睡之前 自己提前八个朋友圈 我手机关机了 谁都不要联系我 十二点钟回消息了 因为有工作的人啊 有工作的人 对啊 有工作的人 你是不是就一个人啊 有工作的人会发消息 你是不是就一个人啊 上班的人会发消息 所以我直接发了个朋友圈 我先睡觉了 告诉别人 我先睡一觉 你之前都开静音啊 真的很累 你自己不上班 你不知道 我了解你 你睡觉确实不喜欢被打扰 那为什么你之前开的都是静音 我拦你一句先生 你说这事的目的是要干嘛 他怀疑我背叛了 有吗 没有 我直接帮他问 你有没有背叛我 没有 你确定没有背叛我 我确定 你做不到 你就是怀疑他背叛了 装什么装啊 笑的那样 干嘛呢 你今天不是来找更好的方式吗 为什么不说心里话 咱掏心里话说 我作为男的 刚才我为什么 我说了半天 他在 就是你丈母娘家那个行为 我不信 我觉得我怀疑非常正常 包括他讲完这段之后 我也不信 我作为一个男人正常的 我就觉得 你要不然就是背叛了我 要不然就有事瞒着我 最坏的结果就是你背叛了我 选择承受或者不承受 这是第一种 对吧 第二种就是 你没有背叛我 但是确实你有一些事情 瞒着我 可能不是男女之情 烂七八糟这些事 可能有其他的事情 你瞒着我 那我觉得我心里不踏实 我就两种 正常的想法 你给我一个解释就好了 没有 我要一个能说的过去的解释嘛 因为这个解释说不过去嘛 也许事实真相就是这样的 但是大家不相信 那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所以啊 但是他的反应就很奇怪 接着说 咱们这件事过了 你们的相处模式 我们也看到一些了 我们每次遇到一些小事情 很容易吵 这个情绪一上来 我就属于那种 我必须当时把事情解决清楚 嗯 而我的老婆水那种 我不大理 我不知道这种方式 该怎么解决 你说的这个现象 你想表达的是什么 我想说 我是一个急性责任 我说话 希望得到一个回应 而不是说冷抱你 你是觉得他对你不够尊重 还是说他采取一种方式 在治你 让你受不了 我跟他讲话 他不理我 我觉得不尊重 我在起情绪 一直重复地跟他讲话 他还是不理我 我觉得他就是故意的 要弄你 让你脾气上来 就是让我脾气上来 挑衅你 对 其三 我跟他讲话 他还是一直不理我 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没 没 他到底是不是反我 我就是反他 他跟我喊一遍 心情不好不想理他 喊第二遍 我正准备回他 他第三遍也开始毛了 那谁愿意回他了呀 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老婆在婚前就是这样吗 婚后 是孕期开始的 还是产后 孕期 他以前爱笑吗 不爱 今天他上来的 整个那个情绪 给我感觉都是下坠的 我对生活是不满意的 理解了 你在你们家人的 这个印象当中 或者给外人的印象 是个什么印象 急性子 容易发脾气 这是熟悉的人是吧 对 不熟悉的人呢 不知道 他对别人脾气很好啊 是 他需要在外人面前 有一张脸 家人面前 是另一张脸 你也活得不开心对吧 你也活得很累对吧 有没有想过也许你们俩压根就不适合啊 想过 但是 我想的是不适合 但是我还是想跟他在一起 啊 是是是 你较劲吗 你愿意较劲吗 我愿意 那就是你改变吗 那我为你也改变 我妥协了呀 你呢 你妥协啥了 他说我不让他出去 最开始是 的确不让他出去 就是怕他一夜不回来 后面 他保证了 每次 他七八点 他有过一夜不回来吗 对 他十二点 他说他十二点回来 他那一夜去干嘛去了 打牌 行吧 当然去呗 我很讨厌这种 经常一夜不回来的人 一玩就玩一夜 你们说我白天 我白天不让你出去吗 而且你自己规定的时间 你承诺的你都做不到 快别说了 你说十二点 你说你快别说了 你说你 你说你十二点回来 你回来过吗 真的 他有有几次吵架吵太狠了 他确实让我 让我主动让我出去 我出去半个小时 你回来了没有 我在家里面一个人好害怕 我在家里面一个人好烦 你赶紧回来吧 你你你这会儿要不回来吧 你再不回来我就要生气了 哎你们俩的模式 是想把自己逼疯是吧 我问几个问题好吧 你不让他出去玩 是担心他出去玩不好 比如说玩钱 那是一个恶习 这是一种 对吧 还是他以出去玩为借口 干了其他的事情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 他本身是一个职业的 网约车司机 如果他打了一夜的牌 或者玩了很久的牌 其实对他的身体状态 是不好的 第三是担心他的身体 这三点担心 哪一点是你第一位的 第一位就是不顾正业啊 第二位 第二位我就觉得他 一直不回来很不好啊 影响我心情 所以你根本没有想过 这个男人如果这样 对他身体也不好 那他自己是检测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看见没有 这两个人是不一样的 来吧 老师们 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文件 对自己的妻子 是如此的不信任 你的妻子 对你同样 也是没有信任感的 一瓶水 就可以闹得 鸡飞狗跳 一吵架 双双把离婚 挂在嘴上 一生气 就可以 离家出走 人间争发 这是一年的婚姻啊 究竟是什么出了问题 现在很显然 面对矛盾问题 你们不是不明白 但是谁都不愿意低头 谁都不愿意孵燃 那结果就是两败俱伤 你们内心也明白 这段婚姻 你们已经力不从心了 我认为两个人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 去改变这样的相处模式 改变不了自己 面对这样婚姻的态度 尤其是 相互不珍惜 不妥协 不退浪 那最好的办法 早点离婚 谢谢 我觉得他们彼此 还真离不开 就因为他们太像了 你们的感情当中 充满了四个关键词 欺骗 控制 怀疑 冷漠 我在想那个场景 我就拿着这个镜头 就视频 然后自己眼神不能动 太修了 然后进行那个对峙那个场景 我觉得他们不会觉得自己被羞辱了 是 他们是不会 他们觉得什么呢 觉得我终于战胜了 那边是仿佛抓到了你的一个软肋 但是你很开心 你抓错了 我没有 所以 你又败了 我又赢了 他们是喜悦 是成就 他们就在彼此就是在碾压对方 然后达到他们关系的一个稳定 可能你会胜一次 他再找不回来一局 你不骗我一次吗 我来一次莫名其妙的失踪 但实践根源是什么 我觉得最终的根源是你们 没能跟自己和解 你们没有什么强自尊感 相反 你们在为对方 在被对方控制 感情当中 如果两个人不能独立 就会互相拧吧 我们真正的自信 这不是来自于他人对我们的反馈 甭管是屈服 还是赞美 我们得来自于自己 我们的自信感 我们的幸福感 来自于自己能够独立 意识独立 精神独立 你们两个人彼此离不开对方 因为压根不独立 你们从对方身上找到自己影子 一下就抱在一起 分不开 挺难受 但能不能通过我们的这种意见 能够走出来 我不知道 也许你们有你们的自己的模式 好自为之吧 你们两个人就好像两个孩子 在这纠结的所有你们认为 比天还大的事 里头不包括一个七月龄宝宝 亲生的 亲生的 不包括 你们的孩子谁带 因为他奶奶 孩子是他奶奶带是吧 我算弄明白 为什么你们有空纠结那矿泉水了 孩子他奶奶辛苦了 你们连孩子的尿片都不用考虑 小伙子对吗 是的 那是亲儿子 然后有奶奶带 然后你跟你亲儿子的亲妈在矫情 当年为什么你没在一天之内给我买着矿泉水 你现在最重要的事 难道不是关心一个小宝宝健康快乐的成长 身体力行陪他度过童年吗 而是纠结两三年前的一瓶矿泉水 纠结到天津卫视 生活有轻重吗 有 什么为重 你儿子和那矿泉水什么为重 儿子 你儿子七月零了 对 现在一天往起站几次 我儿子现在站不起来 在爬 然后你儿子现在会叫妈妈了吗 不会 想想怎么教吧 你觉得这事重要吗 重要 重要 想想怎么教 我问一下 一个女的给你打电话 过来陪我喝酒吧 我知道你是网约车司机 然后我让你过来陪我喝酒 在你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 你的回答是 我在开车现在不行 不是 我说我在开车喝不了酒 这个人你没拉黑吗 这个人为什么要拉黑 你女的说让你过来喝酒 就得把你叫过来喝酒 他把你当什么 你不觉得自尊心受辱吗 他明知道你是一个网约车司机 我网约车司机的服务内容 包括陪你喝酒吗 不包括 好好说问那三块五的矿泉水 那是你的大事 三块五的矿泉水 你为什么不一天之内给我送来 我这辈子在别人那可以没自尊 我这辈子自尊都得跟你一样 我讲明白了吗 孩子 所以你觉得你在别人那自尊心高吗 按照你的说法不高 所以我坚定的认为 二位应在一起过 因为只有你们互相存在 才能满足对方的自尊 而且只有你们互相存在 才能就三块五的矿泉水 矫情到今天 而不去雇一个七月龄的小宝宝的成长 你跟 真的 我当时特别惊讶 他是一个做父亲的吧 也就算了 这是亲妈 这个亲妈矫情到最后 跟我们主持人交流的所有的内容 不包括七月龄亲儿子 他爸爸带的好不好啊 然后这时候我们恐怖 没有 平平我想说一下 我的天哪 我想说一下 我老婆也在带孩子 我们也有在 顾孩子的成长 但是你们的 所有的想法的内容 主要内容 不是跟孩子无关 跟孩子无关 你们今天在现场 我们今天讲的事情 也确实没有讲孩子 没问题 没问题 不着急 不着急 你们好好过你们的日子 我认为你们俩特别合适 而且我真的不认为 你们两个 这种争吵有什么不好 因为这种争吵 是你们的思维的主体内容 继续 这样生活就充实了 我相信你们两个 曾经是有感情 这点毫无疑问 但问题在于一点上面 就你知道他为什么 这段时间的变化那么大 我不知道 你有试图去想一下吗 我这么跟你讲吧 你们今天站在舞台上 可能一有多小时 两小时 我能看出来 你和他生活了 这一年多的时间 你没有看出来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你老婆一个是一个 很明显已经快被 憋疯的人 没有人 听他说真正的心理话 没有人去听他的 那些真正的难处 他所有的那些不容易 他所有的那些艰难 他的痛苦 他内心的那些 孤独 没有人听他 他已经快憋疯了 他极端的想要找你 就想找你说 但他不知道怎么开口 你们两个人 已经完全失去沟通能力了 所以他满肚子的话 满腹的话 所有的那种内心的憋屈 难受 他不知道跟谁说 你是这样的一副样子 他跟谁说的 谁能跟我说 但他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你觉得你老婆现在 最想要什么 赔 你可以为他做什么 我目前 没办法他做什么 所以 你让他怎么不绝望 你说赔 你知道他要什么 哪怕你今天站在舞台上 说我每天 至少陪他一小时 或者我至少 我吃完饭 我睡觉前 我陪他聊半小时 兄弟 你拿不出这半小时吗 你拿不出这半小时 去听一下 一个女人跟你说几句话吗 这都有 我说的是什么 我说的是 深度交流 深度沟通 你太太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不知道吗 高度敏感 你可能他说了三句话 你马上一个不耐烦的表情 他就不说了 他住嘴 但那些话是没有了吗 还是憋在心里 是不是 为什么他在舞台上 站两小时 我能看出来 为什么你和他生活 应该你看不出来 闭嘴吧 好好照顾孩子 好好照顾老婆 老婆 很明显有危产心音乐 那你就好好听 然后把情绪宣泄出来 宣泄出来不就没事了吗 你不就应该是人家的 情绪垃圾桶吗 辛苦谁不辛苦 至于你 我跟你说主意 你也去登记一个网约车 每天拿他车开三小时 真的 你得出去赚 就是你现在需要有朋友的体系 你现在需要有你的人际关系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 你再憋下去 那你这个生活也没法过了 不是生活太残酷 而是你们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太狭小 当一个生活狭小的只有自己的时候 当你灵魂里面只有自我 空间里面再容纳不下别人的时候 那还有什么是可以为对方付出 还有什么是可以给对方包容 不合适的人是可以在一起 因为他们有爱嘛 有爱就可以忍让 有爱就可以磨合 没有爱就什么都没有 就这样 你知道真的要当一个爹 你要把自己放得多小吗 你知道吗 你那个我会慢慢地挤压到没有 这就是当爹的 会很辛苦 就是那么辛苦 别跟自己照尽了 问你妈 还要不要跟她过吗 你说好想一想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 真情路 我还想跟你在一起 如果没有感情 我们为什么会走到一起 说明我们就有感情了 我喜欢你 我也爱你 你担心的东西我都会改 我还想和你在一起 你说你改 你真的会改吗 如果你没有之前的那些事情 我也不会去怀疑你 把自己也逼到崩溃 谁不想好过 你这样真的 你累我也累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再考虑一下我 我为了这个家 为了孩子 再考虑一下吧 好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这个其实挺难猜 这对夫妻啊 来 算不出 他们比起来 真分不开 都出来吧 夫妻两个人一起学学 怎么育儿 这是正事 我唱个反调吧 说不出 我们看看这对夫妻啊 在这个现场做何选择 请开门 没事 这是一个特好的事 符合你老婆的一贯行为方式 就是今天呢 这个妻子可能没给老公面子 今天大厅广众 人没出来 不是他从来都不给他面子 没给你面子 但是你该干什么 得弄明白 接下来数字敏感期啊 脚的敏感期啊 手的敏感期啊 然后语言敏感期啊 接下来就这些知识 你得学 明白吗 明白 少打麻将 多一些陪伴吧 要的不就这点事 对 其实当一个人 如果需要证明自己忠诚的时候 说明信任一个人在 如果信任不在了 又没有办法去修复信任 最好的方式是致歉 真诚的致歉 道歉那件事 非常非常的重要 可能没做 可能被委屈 被冤枉 被误会 被误解了 但是你没有办法证明清楚了 你也看到他的那个性格是那样 真诚的去道一个歉 这个特别重要 对你老婆来说 因为你是想满意的 好吧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明白 谢谢你